好,回來第五次的《啤梨晚報》 《成類的月光》 今天我是剪了三首歌 本來想到三首歌都播了 做小節目,但法國好像有很多話說 當然是有鄧麗君 我們每年都播到《彈亂人長久》 還有梅艷芳版本 即是《伴你走廠天涯》的MV 《月亮代表我的心》 其實妹姐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中秋節就沒有特別話說 人月團圓 不需要去享受 譬如有些親人、朋友 可能因為種種不同的原因 離散了在世界各地 未必可以像以前那樣一起笑東西吃 一起吃一頓飯 亦都可以有不同的原因 譬如有生離,當然有死別 家裏是長輩 或者再不好坐 甚至乎有些平輩 有些朋友 真是離世 因病也好 各樣東西也好 都會有的 所以說 真是此事故難傳 沒有辦法的 我們當然是望二人月兩團圓 當然是望千里共蟬鵌 但是真是難傳 既然是這樣,大家要好好珍惜 我有很多畫面 關於中秋節 不是關於情外畫面 我有兩個畫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兩個畫面是很深的 如果說三個畫面 第一個畫面 就是我小時候 我想是七、八歲 那時候我們很多小孩子 嬰兒潮 七、八歲 可能七、三、四年 七、二、三年 或者四、五歲 我們這些小朋友 有時候會上天棒 那時候我們住在土瓜園 那些天棒是通的 明明樓下 有很多條樓梯都好 但是其實 即是二號、四號、六號、八號 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 一條街 那天棒是通了 所以小孩子在上面 燈籠 玩燈籠 那時候我第一次 真的很小時候 拿著有蠟燭的燈籠玩 那一頭上去 那一頭被人用石子 擲爛燈籠 後來我發覺 那些人 但你又不說一聲 他是大哥哥 原來他拿了燈籠 其實沒有意思 他擲爛燈籠 然後就拿了蠟燈籠 當然 這個人在三幾年之後 就成為我的根尼蟲 他十幾歲 但是我那時候 十一、二歲 那個畫面 我是很深的 真的很無奈 哇 終於看到有人 燈籠擲爛了 然後一擲爛了 有人 撲在那裡 蹲在那裡 拆我的蠟燭 之類的 我走過去看 看什麼 還兇我 第一個印象 第二個中修印象 就是我form one 那年 我講過 每年都講的 我現在想找到同學 但找不到 我小學有一個很好的同學 姓詹 他住在馬仔坑 那些屋區 那年 我雖然升過form one 但是還會有 跟小學朋友 九月十月 還會跟小學的老友 埋對 那年 我就想在家吃飯 吃完飯 聊天 我最記得那時候電視劇 就播出這個 天空海闊 人開朗 流氓皇帝 OK 那次 那一晚 我就在馬仔坑仔先生 一個石上面 躺平 真的躺在那裡 早上 不要無聊 睡著 有些冷 那時候我還穿著白衣衣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偷老爸的衣衣 覺得帥 那我的畫面是深的 那第三個 都是關於中手事 就是 那時候我已經出去做事了 應該二十三、四歲 那我跟大家講過 其實我很小時候已經不痴家 所謂的不痴家 什麼做折 什麼年宵 什麼絕年 我不回 我喜歡不回家 我不會特別是 有件事要回家 沒有這些事 那時候我應該是 二十四、五歲 二十三、四歲 二十五、六歲 我都不知道 有一年 我沒有答案給我 今晚中手 那些姐姐都問我 是否回家吃飯 那時候吃飯 那年 我在質疑中 做事 就要乘小巴 去北角 在北角 就轉船 去江戶城碼頭 那我住 普華人 那時候 我乘北角 塞了一個多小時 車子 我就很心急 我明明六點鐘 走到七點多 那時候沒有電話 那麼方便 每人都等我吃飯 那時候 因為我的姐姐都拍拖 有帶一些二姐夫 三姐夫 大姐夫 那時候 那時候 開始有一個 一家人團圓 那種感覺 回家很幸運 還是 那些宜室外生都回來了 我不記得 原來還沒開飯 因為每個人都遲 塞車 這三個畫面 我也 不知道為什麼 也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但是我是很有印象的 我們小時候 真的 不要說端午節 中秋節 就未必會說 真的會踩月餅 端午節就整腫 但是家人 或者隔離左右 我想都是這樣的 正小時候 家裡的環境比較好 但是都是 會拜一下天 有些月餅 楊土 沙田油 沙田油 還有一些什麼 芋頭 洗了一隻 叫什麼鋼 靈鋼 靈鋼 會找那些拜一下天的 拜一下大神 在家裡 有時候會摘過夜 都類似這樣 今年我就不 因為我經常奉送了一件事 就是誠心就可以了 我也沒有問 後來 我清潔的衣服說 可以了 一起拜 簡單簡單 難得你這一代 說我這一代還敢拜 其實 我也不知道拜什麼 不過 我不想斷了下去 所以我就會 找一個人 他們本身的位置都有 我家裡 家裡的神台 做些月餅 或者一些水果 我家裡有五個位置 就一起拜一拜 應一下節 頗成年 其實我有一個印象 一講起 越來越講越多 有一年 我就在韓國 我想十幾年前 剛剛也是中秋 哇 吼家產 塞車塞到我 我自家有職 我打自動波 因為全韓國的人 都要回鄉下 真的要做節 如果大家記得 韓國 這些吼家產 炮菜油 從陽節 清明節也說是他們 是 端午節也說是他們 中秋節也說是他們 中秋節也說是他們 是 你倆這些 孔子是曲浮山東 你沒有溝那麼遠 你也說是你們 真的沒辦法 好了 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中秋 記住 明天後天 就是正日 和送月 追月 追月就是後天 我們也是沒有節目的 但是本店就會營業到下午五點 如果一家人齊整 真的要好好珍惜這個時間 我記得不是很多年前 我還有時坐在家裡 我現在講到二十多年前 我還坐在二十多年前 我還坐在家裡 但在環境晚上 準備睡覺在廳裡 因為我比較晚睡 我老爸老母 我老婆的早睡 我不是說自豪 還會覺得有些滿足感 為什麼呢 我把白手出來 我爸爸媽媽真的沒有幫過我 在事業和金錢方面 我也娶老婆 買了一輛車 買了一層樓 然後 雖然小 父母很健在 那時候覺得很幸福 那時候心裡想 幸福日子有多久 那時候我老爸老母 六十多歲 六十多歲 我不是 我想六十多、七十歲 可以有多久 但都不想 到煮過來才算 誰知閃眼就煮過來 原來 真是人生苦短 正如星期六 有個網友 上來我那裏 講開他 心跳停了四分鐘的事情 我第一時間當然是問他 你媽媽 你心跳停了四分鐘 有沒有看到那些什麼 蝦江啊 或者這些人來接你 他就說 你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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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你證明是 我心想 你個別個案 也不能夠證明 因為你也明不該絕 你也沒有死 或者你真的死了 但不是啊 那些人真的死了 四分鐘不夠久 我不知道 心跳停了四分鐘 好了 那今天呢 就有個報道 就報道這個 我就長話 怎麼說 這樣都八分鐘 有個十四歲的少女 跳繩運動員 拿到世界冠軍 好嗎 那這一個呢 就真的要 是 這個其實是真的要 是不是要傳聞呢 就是多些去 那 香港 一個富裕社會呢 以前他們沒有的 我們以前運動員呢 成績沒有那麼好 你老實說 我們成長的時候 八九十年代 你告訴我 竟然會有人拿到 亞運 或者奧運獎牌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 直至李麗珊 是不是 就是 奧運 那奧運和亞運 當然是有個 級別的差距 甚至乎 你現在說回來 1986年的亞運 裡面 阿車雄拿到一個 保齡球 對不對 的金牌呢 其實已經是震撼 因為 真的 香港 不是很鼓勵 尤其是那個年代 大家搞清楚 那個年代 Otherwise 譬如我們有 紅蟲林 是吧 可能呢 如果他有現在的配套 可能他是我們 第一個世界冠軍 都不奇 絕對不奇 我覺得以他的實力 但是 沒有嘛 所以說 究竟我們運動員 究竟要給多少錢 他呢 到了後來 我們97後 經濟越來越發展越高 社會越來越進步 於是乎 越來越多資源 就會撥給那些運動員 現在就是 是 在說 究竟 怎樣為之合理 的確是有網友 包括我這裡的網友 我Facebook上的網友 是覺得 喂 飯也沒得開 OK 那 所以這些錢 要怎麼用呢 我覺得真的要 大家可以討論 是不是一定要精英運動員 才能夠得到多些支持呢 你怎麼也有個準則 永遠都會 就是一有這樣的管理上面 就永遠會有人 明明我們覺得很應該 得到一些sponsor 或者資助 即是津貼 但是 而得不到的 當然會有的 你無論條線怎樣畫到 OK 但是呢 我們都會覺得 是有些合理 譬如 我們說 那些行政管理會不會太貴呢 你說如果 我再說多次 那些是專業的 什麼麥理治療師 什麼心理醫生 那些是人家有個市價的 那我都沒有 不好說什麼 但是那些說真的 那些 那些管理 什麼體院院長 那些 那些 老實說 是吹嘴 幾百萬一年 然後我們那些運動員 精英運動員 包括 精英級別 我們上次說過 劍擊精英級別 不過他沒有成績 六七千元一個月 當作零用錢 那你又怎麼能夠期待好成績呢 其實這些話題實在太多了 今天反而是想說 我們有個十四歲的跳繩世界冠軍 這個 妹妹 每個月 是為了去學 調整 打空翻訓練 每個月最少最少 要花六千元 這個只是 練體能 練打關斗 還沒計 要自費去外國比賽 家長 都說 你記住 這只是一個項目的價錢 平時的學費 書保費 集費 其他 如果家裡沒有環境的話 根本就支援不了 好了 事實上 29歲的張柏洪 張柏洪是前世界冠軍 也是她的教練 十四歲的妹妹的教練 王巧兒的教練 她說 其實有很多 跟阿巧兒一樣 那麼有 Talent 那麼有Potential 的年輕人 但是家裡不能負擔 他們是 Quit了 當然 跳繩這個運動 都是新興的 我們不能夠 去要求什麼 但我看完整篇文章之後 原來這個跳繩項目 因為她比較容易入門 在世界是越來越受歡迎關注 而 有一個叫 國際 這個國際跳繩聯盟 就在去年 就成為了奧林普 理事會的臨時成員 我們先記住這件事 好了 但是原來 香港這個跳繩總會 就幾年前申請加入 港澳 港協企奧委會 幾年前 但是至今 沒有聲音 未獲通過 不知為什麼 大家要記住 我們上次不是說過的嗎 如果你不是港協成員 我們不是說那個畫板嗎 即使你是世界冠軍也好 好 好 因為你不是港協成員 你就不能夠參加奧運會 OK 你可以 所以 我們有條條件 喂 那你就離開你的屬會 離開你的教練 去參加一個港協成員 旗下 的 畫板會 那你就可以參加奧運 那就是說 你的畫板會 無論如何 一定要是 或者任何運動會 一定要是港協成員旗下 嗯 但是這個 跳成 這個總會 申請成為港協旗下 他又不問不問 幾年沒有回答你 沒有回答你 你說 喂 如果有第二個總會 嗯 是他們自己有 喂 黃巧兒 你去 過底 過去哪裡 那我們就可以去 拿津貼 那也好 雖然我們很不公平 沒有 是純粹不問不問 那因為香港跳成總會 不是香港 港協旗下 他們是一毛錢津貼 拿不到 於是要自費 那對這個運動的發展 當然很大影響 但是同一時間 在外國 的國際跳繩聯盟 就已經成為了 奧林泊理事會的臨時成員 稍後就會成為正式成員 那為什麼港協旗下 又不讓這個 香港跳繩總會 呢 我又不明白 超人 這些人做的怎麼會明白 你做什麼 還是去屁股那裡先 跳繩 什麼東西來的 或者他都不懂 喂 世界冠軍 那 張柏紅 在2018年 和2022年 都在世界跳繩錦標賽中 拿到男子個人冠軍 就是說這個運動 在六年前 其實已經是有過 拿世界冠軍的選手 而這個會 他申請成為你講協 你竟然不想 是不是很奇怪 而這個會 因為他有很多人參與 跳繩 包括 人家在那個 TikTok那裡 在外國 都是越來越多人參與的 現在 譬如在北美洲 甚至乎 那些上班族又玩 因為你容易 大家小時候就跳繩 當然不是我們小時候跳繩 那麼簡單 好像黃巧兒 黃巧兒 在科羅拉多州舉行的勢錦賽中 拿到三十秒 出道跳 三十秒出道跳 顧名思義 在三十秒之內 要跳到多少下 喂 多難啊 那個爆炸力 那個頻率 那個協調 嘩 很難啊 我們看看 張炮鴻和黃巧兒的相片 大家認識一下 兩位 張炮鴻其實呢 二十九歲 他說我看他很小 他穿著一件特區 有一個特區抹的衣服 一毛錢都拿不到 考兒這些當然是 譬如他們跳繩這些運動 那個壽命都未必很長 運動員壽命 因為 那個心會重了 不知道啊 那麼 當然要講劫你回應一下 為什麼要吵你 說不能跳繩賓州 那你就說一句 是幾年了 是吧 好啦 我們買一下廣告先 既然呢 明天後日我們繼續營業 那麼 大家都是要繼續再來買東西的 那麼 剛才再問了 我們還有剩餘 最後的十盒 剛才是十三盒 剛才買了三盒 最後十盒貓三盒 是吧 我們是不會減價的 如果我賣不完 其實我是不會賣不完 那麼 我是 我呢 是會 星期四回來直播 我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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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過吃光了 你開衝擊 就不會開衝擊 就像人家做年銷 那樣 那樣 會報我三點鐘五十元 屌你老母 我得不到的東西 你們也沒那麼多份 屌你老母 這樣也不會 那就是最好吃的 是頂級貓山紅月餅 三百四十萬元 再看我們下一張 好啦 我們全部介紹 如果你們還沒有準備 我覺得大家已經準備了 這個禮拜賣很多 但是如果還沒準備 記住 我們有紅燒刺金湯刺 288元 下一張 紅燒佛跳牆 金湯佛跳牆 其實湯 無論刺和佛跳牆 紅燒和金湯 就是一樣味道的 但是料不同 288元是一位用 是不是有些貴呢 吃過就知道一點都不貴 真材實料 但是你說現在消費 一碗就二、三百元 就自己釋除專便 沒什麼所謂的 OK 下一張 當然 你說 我還想吃得折舵一點 不要用折舵 就是 富泰一點 就是可以吃我們的甲吞刺 或者我們叫做先學神針 那外面沒有人做 做到一千多元 有隻甲 那隻甲有湯 那湯裡面也有些高湯燉過的刺 縫在甲背裡面 一架下去 將湯滾下去 真是好 我們買五九九 好 這些一人份的也是 抵食的 金歐齒 金歐齒我長期好買的 因為有幾個客人 包括風水豪 長期就是買個金歐齒飯 去拌飯 幾兩節多 一百 我不記得一二十九 它是換購價的 買任何東西 如果我們標價一百五十九 都是 OK 好 再去 這個是198元的掌握乾坤 一個鮑魚 一個冬菇 一個鵝掌 這個叫做高級版 因為這隻是乾包 大約是二十二頭 不過我們說明的是大年乾包 畢竟都是乾包 所以198元 如果想經濟一點 可以買到兩個鵝掌 SIM鵝掌 SIM冬菇 不過兩個就是南非的罐頭包 那個就叫做投降價 98 應該是99 換購價99 實在太便 這個198 一一一 每樣兩東西 但是99 99元 價錢就只差四倍 自己計算一下 但是 這個就是乾包 和罐頭包的分別 其實 都吃得過的 罐頭包 你想吃好一點 就吃乾包 好再去 我們的 這個 六位用的 金鳳王 大家看到了 又乾包 又花膠 又雞又湯 499 好 再富太一點 我用富太這個字 吃我們這個 上次有個網友說 我在節目中說398 他聽錯了 是1398 半價699 如果是398 就真的 我699 我都買到不夠貨 我剛剛今天才又來了幾張 有成 跟幾次 真是這個 投降價 一種 食品 兩種口味 你幾次吃次 原來又吃花膠 又吃花膠又吃次 很古怪 好再去 當然還有我們會永遠無敵 永遠不變 有九大鬼 有療心 歐刺 瑤柱 乾包 鵝掌 等等 最好吃的反而是提根 大家有沒有搞錯 好 坐下 當然 都要買酒 其實我真的太多酒了 我又不知介紹什麼酒好 但是 穩穩陣陣 你們一家人一起吃飯 都是想吹水 就買回蒼光酒做的 沙羅 光樹 或者雙樹 其實都是二百多元 至四百多元之間 那 有什麼東西要吹呢 就是吹 他們記住聽清楚 如果不是說得夠夠 就不太好聽 是日本 住巴黎 和鄰賓的領事館裏面 用來招呼外賓用的 指定日本清酒 那就很厲害了 屌你老母 好 董保長 當然 最後 大家上到來 記得要支持一下 星期四 我們會送個花 牌過去 星期四 黃錦光 KK 就會開秀 在中環麥多里 王后街 九至十號 中商藝術大廈二樓展覽廳 大家 抽空去到 去到 就顧完是最好 如果范傳媒 光臨展驅 可憑名片 获震 畫家簽名 畫冊月本 那我就不用光臨 我已經有那個 簽名畫冊 那大家 如果 上去那裏買 當然有簽名 那你說 我不想過去 在我們那裏買 行不行 都行的 那我覺得這本 非常值得收藏 就不同 以往 我們 買的那些書 當然以往買的那些書 有些都可以收藏 大家去上來支持 我們那裏有得買的 OK 亦都可以個別 我現在就這樣看我們 我上面 有張學友 有 有 鄭質事 旁邊的是 洪金寶 劉嘉玲 他又是劉嘉玲 鄭質事下面的是誰 又不是恩真 張英 下面那個 跟著我師弟 古天樂 那班人 那班人 上班 早兩天 電影人 上班 OK 那當然 六十年 其實我三十年 我回去講過幾個討論之後 就沒有怎樣接觸過我的學校 但後來我想 為何那時候 我都畢業了三十年 我都畢業了十年八年 為何一直去找他 後來我大點個名 因為那時候 老師還認識我 第一 第二 我上過一次偶然 你能吹 其實他們想過我們 找嘉賓一樣 喂 找Barry好 他能吹 反應好 就回去 我說了很多 我那時候 接著 我就沒有接觸我的學校 是早十幾年前 早十年八年 我剛剛開車經過 我沒有校 我走下去 又見到 我竟然見到 中一屆到中五個 miss friend 因為他退休回來 我想回來幫忙 就是客串教 接著我又見到 現在這個校長 他應該低我一班 或者兩班 我見到他的樣子有印象 OK 這樣幾十年 加密今年六十年 有時間有機會 我們照一照 我的同學 同班那些 反而我姐姐 她們經常搞了 有個部隊 回去 900元張飛 我心想 900元不算貴 今時今日 你去那些酒店 差不多了 不是賺你錢 我又不知道 我有沒有需要籌錢 那邊有豆豆 黃萬眉 劉兆銘 是否趙夏之來的 然後是劉兆銘 是誰 藍紅 中間那是誰 我真的看不到 白燕 林精夏 關之林 靚靚 林馬真 聖仔 咦 是否中間那個 是否 寶寶姐 和阿鎮宇中間 是否陳寶蓮 不會落陳寶蓮 張曼祖 張曼祖 關給興師傅 大家上來支持一下 買一本群星閃耀百年光 休息一會